主打无感体验 在万华世界展中 你可以像这样打开锅盖 靠近一纹 里面真飘出香菜八角等味道 这个展区从三个万华的家庭餐桌 探索地方寻常生活的样貌 我们有在访问万华三位在地人的 就是他们家里面的那一锅汤 那我们除了访问他们的食谱之外 也拍摄他们在家里的用餐空间 那利用他们三位的家庭的用餐空间 去萎缩出整个展场的家里的饮食空间 原本是八十多年 位在三水街的市定古迹 在转型为新富丁文化市场后 从2017年起 每年以田野调查为基础 策划万华的主题展览 此次展览 由擅长在地文化演艺 创作的曾希凯玉里正道策展 将万华的长迷生活与文化 梳理成六大精彩主题 整个展间我们呈现的 其实是当初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 所发生的一些小故事 都有记录下来 小细节细到像是毛巾 麦克风或者是小费 我们在展场呈现中 都有透过指标的部分 去把这个小故事呈现给民众 策展团队并邀请包括厨师 调酒师调香师音乐人等 共同跨于创作 那他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 他其实是以鸡汤丼为基底 然后他用胡萝卜片 把它圈起来像锅子一样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都放在里面 像就像他们的家 然后整个鸡汤丼 就会在基底做支撑 就像市场的摊上去支撑 跟整个家庭的一个饮食的核心 而在青草巷展区带来了气味的体验 整个青草巷它是一个疗愈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这一次气味设计所设计的名称 就叫做进化 绿薄荷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排毒两方 那艾草其实在能够舒缓一些心灵上的一些 比较复杂的情绪 这个是我的道德 对这个可以从这边去做体验 展览中也把庙宇文化和大理街等 万华鲜明的特色文化重新诠释 你可以像品尝精致料理的步骤般 将展区一道道细细品味 属于万华的昔日华美 经过转化颠覆 以另一种姿态呈现在你我眼前 借张编马俊杰和乃强才播到